中国首缩航母辽宁舰日前正在渤海湾进行海事 这两天有消息传出中国歼15战机降落在辽宁舰的甲板上 首位飞行员是来自东海舰队海空雄鹰团的代名盟 但是该消息尚未得到中国军方的证实 但是此前军方已经证实舰载机在辽宁舰上完成了多次通场试验和模拟触舰试验 本月初辽宁海事局网站发布航行警告称 本月11号80至11月30日18时 在长达19天的时间内该海域禁止船只航行将执行军事任务 也是在本月解放军报头版和国防报网站首次报道了 关于中国舰载机触舰起飞的消息 据报道辽宁舰甲板舰手仰角为14度 舰载机起落架倾触甲板后在甲板尽头迅速拉起飞向空中 据了解除了挂篮足锁和减速过程外 触舰起飞的这个过程和正式着舰完全相同 这意味着舰机核链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 操纵数十吨的舰载机降落在一个长300米 宽70米的且随波摇摆的平台上 这就是中国海军航母舰载机飞行员要面临的艰巨挑战 飞行员必须依靠舰上飞内尔透镜光学驻降系统的协助 才能对准跑道和控制下滑角度 同时还需要用尾钩如同耍杂技般勾住飞行甲板上的阻拦锁强行减速 再加上飞行甲板旁的舰桥等建筑带来的气流影响 导致固定驿站机在航母上降落时要求极极苛刻 据了解辽宁舰9月25日服役之前已经成功进行十次海事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